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好 一说到这个东西啊 大家的掌声尖叫声已经看 已经在出来了啊 是的 没错 那么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明星朋友 他是身受大众喜爱的风格偶像 他还参与过我们的综艺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 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 成为组合X-6的成员 他的各式的拍照post 更是被奉为教科书式的今天 他随手一拍都是我们的高级大片 来 大家猜猜他是谁了吗 孟佳 好 看来我们的正确答案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我们的最热情的掌声 尖叫声 欢呼声 尤其孟佳神亮登场 哇 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哇 好 也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孟佳小姐姐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广州 愿我们一同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 那么在开始之前这么多的粉丝以及观众前来支持 那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广州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佳哥 孟佳 好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孟佳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 因为我们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追光新城市的一个主题活动当中 和大家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拍照post 那么今天的我们的孟佳呢是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作为Vivo X60的一个系列的明星追光者 参与到我们的追光新城市的一个主题活动当中 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孟佳啊 对于追光这个词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能不能跟现场的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 好了 我要开始撒鸡汤了 首先追光呢我就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自己独特的光芒 那为什么叫追光就像X60一样 追着不管夜晚它有多黑都能追到的光 都可以抓拍得非常的清晰和细腻 这就是要追光而且要不断的更新自己 够鸡汤了吧 哇 来这次把掌声送给孟佳好吗 是的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拍照 忙着拍照是因为你太美了 今天呢我们非常多的粉丝团呢都是慕名而来 不仅呢是为了我们的孟佳 同时呢也是为了我们的X60 以及我们在追光新城市的一个活动 哎 孟佳那我想问一下您啊 您之前对于X in City 追光新城市这个活动 有没有了解或者有没有听说过呢 我知道 我有好朋友也有来过 然后其实不只是在广州 他在全国各地都有在办这个追光的活动 然后就是拿X60去拍出那种时尚大片打卡 所以我今天来到了广州 我过来打卡了 好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各位朋友 要不要跟着我们的孟佳一起来打卡 要 是的 没错 是的 我们的X的 我们的X60系列的追光城市活动呢 今天起呢已经在我们全国各地 已经正式开展了 我们联动了全国的20个城市 300个门店 然后进行接力 同时呢我们非常多的朋友啊 都在自己的城市搜索我们的活动地点 然后慕名前去打卡 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孟佳 能够来到我们的广州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打卡 那么我知道啊身为艺人的话呢 经常要拍广告 那么要拍我们的映照 同时呢还要走红毯 那我相信呢 而且呢我们孟佳这么漂亮 也是非常喜欢拍照的啊 所以呢我觉得呢 拍照摆pose 对我们的明星朋友来说呢 应该是家常变化 而且我知道我们非常多的明星呢 只要随意摆一个pose 不用修图都可以非常的好看啊 还是要修一点点的 还是要修一点 超时一点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 拍完照片 发朋友圈 发微博 记得帮我们孟佳心一点点啊 好 我就是把腿 把腿拉到三米五差不多了 你腿就很疼 你伸出来一点啊 不用啦不用啦 非常美了 在他们心中你是最完美的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拍照的pose 那么今天这么多的粉丝来到现场 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平时的一些拍照的pose 给大家吗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是吧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红毯跟拍杂志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我不知道别的朋友们啊 反正我拍照的时候有的时候 会经常把一个腿往前放一点 因为那样子的话可以显得腿更长 然后两只手如果捶在旁边的话 会看起来很尴尬 像这样 所以呢想要凸显一点气质的话 就把两个手放在前面这样子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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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展示一下你自己 比如说头痛啊 胃痛啊 屁股痛啊 之类的一些动作 就摆在你的身体不一样的位置 比如说头痛 头痛 来第一个 哎 头痛 好大啊这个表情 好 胃痛大家都知道是 胃痛 胃痛放在哪里啊 是的 是的 女人都是做做的 好 头痛 胃痛 还有没有 啊我刚刚有啊 第一个这个是最常用的 好棒 好第一个 三个 三个pose了 三个pose 大家觉得够不够 不够 再来几个可不可以吧 你说有道具的话就是那种 太做作了 太做作了 越做作我们越喜欢对不对 对 对 我们再来一到两个 让我们多学习一下好不好 好 再来一到两个 对 再做作一点 我觉得你们比我做作 啊 还有就是类似于就是 蹲在 假如说是坐在地上的话 就前面这个腿要往前放 这样写的腿更长 然后还有就是 最最重要的我觉得 就是最干的那种动作 直接站着拍针尖照一样 非常地给力 好美啊 好美啊 随便拍几个pose呢 都是非常美 都是拍出来都是我们的高级大片 而且我看到的 其实呢 现场的除了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 来刚才呢 为我们的孟佳小姐姐拍了我们的照片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小哥哥用我们的 Vivo的X60的手机来为我们的孟佳小姐姐来拍照啊 其实呢 同时呢 还要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福利 稍后呢 大家呢 一步到我们的门店呢 还有机会呢 我们的这位小哥哥呢 用我们的X60的手机 为大家进行一对一的专属的一个拍摄 拍摄出专属打片咯 好 那么其实呢 我看呢 刚才呢 大家呢 我们的孟佳小姐姐一直呢 也是非常地推崇我们这样的一款X60的一个手机 而且呢 是的 对于我们这一款手机呢 您之前有没有使用过 我有使用过 然后 就是第一 它很漂亮 然后很轻薄 像现在女生的包包都变得越来越小了 所以像X60这样子的薄度是刚好可以放在小包包里面带着走的 然后加上它的夜拍功能非常的赞 睡到睡到 现在我看它们都很黑 可是如果我用这个拍的话 就可以把它们拍得非常的清晰和细腻 还有 哎呦 你们不信吗 等我说完呢 好 继续继续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它有追加了它的这个云台 那个微云台的功能 第二代升级了 对 它原本是第一代 现在是第二代的微云台的一个加持 对 所以就代表说你怎么晃 都是可以拍得清晰的 对 是的 没错 就是我们的Vivo的X60呢 其实呢 它是可以在非常暗的环境下 都能够抓拍到我们的光 而且呢 可以呢 非常清晰细腻的反应在我们的照片上 来 现在来大家把这个Pose 好不好 来 我们孟佳小姐姐 来给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来进行拍照 同时呢 另外还有升级后的第二代的微云台的加持 就是无论你怎么动 它都能够抓拍到清晰的自己 而且呢 加上它有一个人像的一个自拍功能 它同时呢 还有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美颜的效果 我觉得女生拥有这样的一台手机之后 会变得更爱的自拍 好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 我觉得啊 大家 来跟我们的孟佳小姐姐来进行一个合照 好不好 好 哎